主料,猪肉320克,青椒500克,辅量,油,盐,葱头,味极鲜,淀粉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材料,猪肉洗净后,去皮剁成肉末,加入干的葱头,一起再剁,加入盐,加入赏量的味极鲜搅拌好剁韧,剁好的肉馅,洗净的青椒去地, 中间开条线口,从开好的口里面煮准备好的肉馅,所有的青椒,都重复6到8步正,制作用青椒面来,锅里加入油烧热,加入酿好的青椒煎,青椒煎出骨皮后加入盐,加入小半碗的水,水里,加入4分1匙的淀粉,这样煮熟后留熟至比较好吃,盖上锅盖煮3到5分钟,煮熟后,熟至再开盖揉30秒左右, 要熟至就可,烹饭技巧,鸟青椒里从哪里开口,都是按个人喜欢的开就可,加入水量,要小半碗,这样煮鸟好的青椒后,青椒里的肉,蒙煮熟后吃起来,还留出只很美味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